有份參與韓國電影上流寄生族的48歲男星李善君 在車內自殺身亡終年48歲 事發週三早上10時多 當地警方在公園發現他倒餓在車內 車內有燒炭的痕跡 警方初步判斷是自殺 李善君的經理人公司也證實了他的死訊 又說桑禮將會低調進行 只有家屬和同事參與 呼籲大家停止惡意的猜測 李善君在10月因為涉嫌吸毒而被警方立案調查 他的頭髮和尿液毒品檢測結果都是情陰性 早前也認警方第二道傳召接受調查 他最終承認曾經吸毒